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碟晚餐 你現在收聽的是 飞碟晚餐 我是侯文勇 大家每天看報紙不曉得都是怎麼看報紙的 你們看報紙會怎麼樣找有興趣的題目 好比說有個很有錢的商人 然後把公司倒了然後自己跑掉了 這很有趣嗎 我通常看到這個報紙我可能會跳過去 或者是說李宗盛又打架了這很有趣嗎 可能我會跳過去 為什麼我會跳過去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實還是太常常發生了 發生到已經有一點煩了 就是好像已經打了一二十年了 然後每年好像或是說每幾個月就有人做生意失敗 然後要跑掉了 那我到底是看什麼新聞我覺得很有趣呢 我比較希望看到的是沒有發生過的新聞 或是從來沒有 台灣竟然也有這種事 覺得很稀奇 最近就看到一條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個新聞的標題叫做 摸一下法三萬 吃豆腐的代價高 性騷擾防治法上路近一年 我一看到這個眼睛就增亮了 為什麼會覺得說性騷擾 並不是性騷擾這個新聞有趣 對我來說我是覺得說 原來性騷擾這件事情在台灣也會被判刑 而且要罰款 那這個是對我來講 在台灣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至少從台灣有歷史以來 四百多年來從來沒有人因為性騷擾 然後被判刑 所以我來讀幾則這個有趣的新聞 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 這個新聞是一個住在屏東的謝先生 然後以一千元的代價找了檳榔攤的女子 去小吃店吃飯唱歌 然後小吃店的老闆因為自己的女兒跟乾敏女子 都是二十歲上下歲找來一起玩樂 大家喝的酒憨耳熱唱歌唱得盡興的時候 這個男子拿出一百塊說要獎賞老闆女兒 那沒有想到說老闆女兒還沒有拿到錢 就被這個謝姓男子摸右邊的胸部 他氣急敗壞的自止 那男生就說讓我摸一下也不會怎麼樣 那老闆跟他的女兒認為說這個對方根本沒有回憶 所以就報警處理 那這個謝姓男子後來意圖性騷擾 就趁人來不及就觸摸人家的胸部 所以罰居疫三十天 一顆罰金每天九百塊 所以大概是兩萬七千塊 那這是一個案例 那另外一個案例是有個男子 然後對他喜歡的女孩子示愛 趁他趁其不備的時候 彎腰用嘴然後親吻他的臉頰 被女生用手擋開 結果這個男生竟然又順勢去摸他的右邊胸部 這女生用力把他推開 才大聲赤子 這男生才道歉離去 後來這個女生也告上法院 要求他要賠償五十萬 那法院的判決是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所以呢就判他要拘役四十天 一顆罰金 如果一天九百塊的話 就是要付三萬六千塊錢 還有呢 台北市的國中有一個老師 然後在為國二的女生上完輔導課以後 女學生跟老師說一句說 我覺得我很重想要減肥 結果老師竟然就說 你不重啊 你重不重我抱抱看就知道 所以就抱女生的腰 結果讓女生害怕傷心落淚 可以將情況告訴家長 那這個是通通就這樣就沒完沒了 不過看到這幾則消息 我其實有幾個想法 我第一個想法想到的就是說 好像這兩則呢 這性騷擾抓到的話 罰款大概將近就是兩萬七千塊啊 或是三萬六千塊 不曉得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這個罰錢算是很重呢 還是很輕 大概對於錢不多的人 覺得說罰三萬多很多了吧 可是我相信一定也有很有錢的人 會覺得說那三萬很少錢啊 我今天如果中了這個彩券樂透的話 我中了一個一億的話 那我就隨便丟個三百萬下去 可不可以摸一百次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這種罰則是有了 可是會不會有人就說 好啊那就三萬啊 反正我就是性騷擾 那第二個事情呢 讓我覺得很疑惑的事情是 這個性騷擾的界定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怎麼樣才算是性騷擾呢 假如是從男生的觀點好了 因為通常我們現在剛剛念到的 都是男生在當性騷擾的侵害者 然後女生是被害人 當然也有可能相反過來的 從男生的觀點 有時候性騷擾真的是很難定義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學長 他就曾經在教導我 他說你去追女朋友的時候 他如果拒絕你 千萬不要就此氣餒 你一定要再接再厲 不斷的再接再厲 然後如果你們可以進到一步的時候 你就要牽他的手 那如果他沒有拒絕 表示說你已經安全的上了一壘 好像現在一壘的定義是要接吻 不過我們那時候能夠牽手 就算是上了一壘 他就會說晚上 你們在花錢月下的時候 如果氣氛很好 你就可以假裝不小心就問他 我那時候其實很沒有膽 我聽到說問他 我學長就跟我說 對啊 最壞他就是給你一巴掌 最壞給你一巴掌 我說那不是很丟臉嗎 他說沒有關係啊 他花錢月下又沒有人啊 而且你最重要的是 你被打一巴掌的時候 你絕對不可以認錯 我說為什麼不能認錯 他說你一定要摸著你那個 溫熱的這個臉頰 然後很無辜的跟他說 我也不曉得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只是很喜歡你 一定要死皮賴臉的 你要纏著說你很喜歡他 我的學長教導我的方法呢 這個我是有去實行 那當然很幸運的就沒有被打巴掌 然後那個被我聞到的女生 現在已經變成我的老婆了 可是後來我也沒有把這個做法 告訴我的學弟我沒有傳下去 因為我看到我學弟的長相 我就有點害怕 怕說傳給他 真的他的命運會跟我不太相同 那我之所以要講這個例子 這是這個是男生 因為我們常常看日劇有什麼 101次求婚 所以在我們在男性追求女生的文明裡面 好像我們被鼓勵說你要再接再厲 然後被女生拒絕 那個是女生必要的禁止 而且你一定要努力的去追求 這樣女生才有面子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 在很多我們如果看考古人類學的文明裡面 人類的結婚通常都不是 直接說明媚正確 在很多的人類學裡面 在原始的部族裡面 他們常常有這種結婚是要用搶婚的 就是這個男性就約好今天這個晚上 然後其實就結婚 可是這個典女還在 他就是要搶婚 然後新郎就要帶著大批的人馬 然後到新娘家裡 新娘的爸爸媽媽家裡哥哥姐姐 還有附近的鄰居就要裝作抵抗的樣子 然後彼此就好像真的大打一架 然後最後新娘大勝 然後終於把新娘子這樣子搶走 然後這才完成一件婚事 所以在人類的文明裡面 這個搶婚就是 男性他必然有他的強勢 他的追求 他的現殷勤 這個就構成了我們人類的文明裡面 就是女方也會覺得這樣是有面子 這件事也不是最近才發生的 這已經流傳了幾千年 幾萬年的人類文明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實在很讓人家覺得困擾 就是性騷擾到底是怎麼樣才叫性騷擾 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類通通追求的過程中 不對對方發出一點騷擾 或者是搶婚或者是追求 甚至是有一點比做的應該有的還要多的殷勤的情況之下 人類可能真的是不會再繁殖下去了 可能人類就真的不會有後代了 所以這麼困擾的問題在我們最近去年吧 2月5號我們性騷擾防治法實施之後 我相信一年下來一定有很多的經驗跟例子 甚至是值得我們探討的東西 所以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就要來探討這個問題 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那我們今天要請到長青法律事務所的王如玄王律師 他在線上來要跟我們聊聊這個問題 王律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王律師好像對於這個女性的議題 昨末特別深 你為什麼會特別關切 是因為你自己是女生的原因嗎 我覺得一部分是因為這個原因 另外一部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參加的社團 大概都跟女性議題有關吧 然後就自然而然對這個議題比較有興趣 而且你知道女律師在書上接到的案子 大部分都有很多的那種婚姻家庭 類似這樣的案件 所以自然而然對這個議題特別有興趣 好像日劇有一個什麼離婚女律師 他講要做大案子 每次都接到離婚的案子 他本來想做事外的 對他自己很生氣 不過回到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 就是我其實有很多問題 我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請問這個性騷擾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我們怎麼樣才可以說人家是對我們性騷擾呢 對我看這個問題可能是你比較有興趣的 對對對 因為我不小心 不小心就會被人家說我性騷擾 因為我是很少有被性騷擾的經驗 可能是知識我的緣故 OK 不過如果在醫療系統裡面 醫生對護士的還不少 對 你們的位置大概比較不容易 在外科系統很容易 因為大家彼此工作很親密 然後真的是 上次有一件在醫療系統的 就是長根醫院 對 那個也是開刀房 對 對 就比較容易有類似這樣的事件發生 不過在國外性騷擾的定義 台灣其實採取跟美國跟OT同步的解釋方式 就是只要是跟性或跟性別有關的 然後讓人家覺得不舒服不自在 覺得被冒犯被侮辱 就有可能會構成所謂的性騷擾 可是這樣好像解釋非常的抽象 我的意思說 非常要靠受害人或者是說被害人 他的主觀認定對不對 對 其實性騷擾有時候不太容易 一加一等 譬如我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我常常在很多場合裡面 就會有人問我說王律師 那這樣講一個黃色消化 叫不叫做性騷擾 對對對 因為黃色消化其實常常很受歡迎 對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辦法 我跟他講說有可能是 他就跟我講 你不能跟我講有可能 你要跟我講是或不是 我就跟他講沒辦法 那個理由是什麼 異性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是一種權力結構 對 上對下 對 據我們剛剛提到的 醫生對護士比較有可能 因為護士是要協助醫生 所以醫生可能對護士擁有一些權利 對 或者老師對學生 或者是目前的社會 譬如說年長的對年幼的 男性對女性 或者有時候 人數也是一種優勢 譬如說 10個人裡面有9個男生 一個女生 跟9個女生一個男生 那種處境可能就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性騷擾的判斷 真的是要在具體個案裡面 去看那個情況 有沒有權力的結構 然後有沒有可能是 受害者在那個情境之下 他是無力反擊的 所以這裡面的譬如說整個文化 如果是以男性為主的文化 或者是這個有一個權力結構 就比較容易構成這個 所謂的性騷擾的事實 對不對 對 那我隨便再問 因為我想要問的再細節一點 我們大學的時代 全班在出這個共同筆記 共同筆記的後面 就是每次寫 因為我們男生多醫學院 那女生就比較少 所以男生寫完他怕大家累了 就會貼一些什麼 養眼的playboy照片 或者是寫幾個色情笑話 後來全班女生就抗議了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性騷擾防治法 說這個是性騷擾 然後呢 這個就覺得說這個這樣不可以 因為我們也是交錢嘛 我們大家都一樣要領獎益 後來我們男生就說 那你們抗議 那我們呢 好那你這樣子 我出兩個版本 我一個叫做乾淨版 一個就是髒版 然後隨便自己拿這樣子 結果我後來發現一件很有趣的 是就是說 你知道醫學院女生都是很粗獷的 他們從大學二年級就 就老實講就解剖 什麼什麼什麼都見過 什麼市面都見過 所以到最後發現說 女生講歸講 結果到最後 大家竟然都是挑出 有黃色消化版 因為他們覺得這種比較佳料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例子非常好 我覺得基本上 是那個選擇權的問題 如果你有給他一個選擇的空間 然後他最後做了這樣的選擇 那我覺得那發展很好啊 我也其實也不太希望說 因為性騷擾防治法的通過 然後結果讓大家 對性這件事情覺得非常的恐慌 或者覺得好像動著得救 然後就覺得好像性越來越保守 我其實也不希望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所以 那個重點是 我到底有沒有一個抗議的自由 選擇的自由 如果我今天做了這樣的抗議 我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我以前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我們班的版話 是 因為我們班只有一個女孩子 沒有別的選擇 對 非得當幫話不可 你知道那時候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包括我們系裡面的教授 或者包括我們同班的同學 春天一到就開始開非常非常多黃色的笑話 對 然後呢 上研討課的時候 一般才只有十幾個學生 大家說天氣如此之好啊 應該就給他衝出去牆尾啊 然後就應該去做什麼 反正就開始會去開一些黃色的笑話 嗯 那其實在那個場合裡面 就我一個人來講 那個感受其實是不太舒服的 對 可是因為 那麼多人 嘿 那怎麼辦 那老子也在 那怎麼辦 那你那個場合裡面你好像 你好像很難就給他拍桌子說 你們不要再講了 對 然後你只能可以跟他們很委婉的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講了 他們就會開始笑你 就這麼保守 這個情況你都聽不懂 所以他們事實上也構成了某種性騷擾的行為 會 對不對 所以像你剛剛提的就是說 我覺得非常好是因為說 你們班的同學抗議 抗議之後你們就給他分兩版對不對 那最後結果大家都要去拿那個 有色版 那也很好啊 我覺得也很好啊 但是至少那個過程裡面 他的意見是被尊重的 那最後他選擇的那樣 大家也覺得fine 那我覺得那也很ok 講到最後我們醫學院男生竟然比法學院男生 更有法律的嘗試 所以我就說你們班發展的還不錯 那我再進一步問完 因為我們大家實在有很多問題 好比說 我們如果是老師對學生 或如果是拍打 讚許 或者是 其實醫生跟護士是這樣 我們在醫院裡面常常有感覺 就是說 一定是兩個人處不好 才會有什麼性騷擾 常常我們跟護士小姐很親密的 我現在跟很多老師碰到兩個就擁抱 高興得要死 然後我們拍他說 哇幹得好幹得好做得好 那這種的界線到底是怎樣呢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是一般人跟人之間行為的界線 一個是個人 我說一般人跟人之間的界線 譬如說你說你幹得好 你大概會給他拍個肩膀對不對 對 你不可能拍他胸部說 欸幹得好 這太誇張了 這太誇張了 就是說人跟人之間的自然身體界線 原則上跟人的第一性真 第二性真 譬如說你對一個男生 你可能會拍他屁股 男生跟男生之間 你給他拍屁股說 欸幹得好 但是你對一個女孩子 你不會就拍他的屁股說 欸好久不見 大概不太會 就是說人跟人之間的自然身體界線 其實還是有一些規範 就是人的第一性真 第二性真 接近相近的部位 大概原則上是法律比較認為 呃沒有經過對方同意 原則上是不會 允許人家碰觸的 可是你不要說男生不可以 可以輕輕拍屁股 現在男生很可怕 譬如說你今天去三五暖洗澡對不對 然後男生洗衣間 女生洗衣間 那如果你在男生洗三五暖的時候 就有個陌生人 然後就是對著你用色迷迷的眼光 沒錯所以我剛剛講 我說有兩個標準 一個標準是一般的 因為老實講 在台灣目前的性的文化的發展 過程裡面啊 的確對男性跟對女性 如果以目前現階段來講 其實接受的尺度 的確是有點不太一樣 當然因為時代的進步 也許將來再過三千年 或再過多久 也許那個標準是一致的 可是無可否認 就是說在目前現階段 還是會有一些 好像對女性來講比較保守 對男性來講比較開放 大概的來講 大概還是有一些性的文化的 建構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剛才來講說 在目前現階段的性的文化下面 如果熟人之間 也許拍男生 大家覺得還OK 拍女生 大家就覺得很不能夠接受 那這是一個 目前社會 性的文化裡面的一般的概念 這是第一個標準 但是還有第二個標準是 每一個人的標準不同 因為每個人的家教不同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環境 對 所以有時候你說拍肩膀 講話的時候拍肩膀 摸肩膀 我一般覺得還OK 可是有一些人 就不行 他真的覺得不行 他就覺得你講話 不要跟我動手動腳 不要碰到我的身體 那這個如果告上去 他有可能勝訴嗎 他如果已經跟你講 我很清楚跟你講 我就說 你講話就講話 你不要這樣 對 一直對我勾肩搭背 一直拍我的肩膀 我真的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我明確跟你表達 我不喜歡 我明確跟你說我拒絕 然後你繼續做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準 對 如果是我剛講兩個標準 一個標準是 人跟人之間自然的身體接近 像摸胸部 這個不用摸摸看 看他會不會說不 對 這個想當然了 我們覺得人家應該會有意見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你不用說 他沒講不耶 我每個都給他摸第一次摸摸看 摸到人家說不的時候 我再不要摸 那每個都給他試用一遍 對 這個當然不行 但是如果是第二個標準是 有些人 除了我們講的第一性真 第二性真以外 有些人對有一些動作 他其實基本上 他的家教 或者他的生活方式 他就覺得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都已經跟你講不了 你就說我就不信邪 別人都可以 就只有你不行 然後我就一定要給他試試看 一定要給他摸摸看 那個東西也被人家認為是一種 調戲的過程 這個也容易夠在 就是一個是身體的 一個是心理上面的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事也很怪 好比說 我每次在追求追求人家 那我去追求一個人 我當然就是追求我送花 對不對 我送禮物啊 那不曉得 就是有些 可是我那個來追我的人 就是長得很醜啊 我一看他就很討厭啊 那可是他我已經跟他說 你不要再追我了 請你不要再送我花了 請你不要再送我禮物了 可是還一直來 那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這樣算我可以告他性騷擾嗎 其實過度追求 在校園裡面還蠻常見的 那一般我們目前在認定上面 我們認為過度追求 也算是一種性騷擾 真的啊 也算 那我其實 我其實自己在想這個事情 就是說 像剛剛你提到的 有些人可能 容貌上面 那可能 比較容易遭到人家的拒絕 對 所以我們如果認為過度追求 是一種性別歧視 是一種性騷擾 的話 的確對這些人來講 有某種程度的一些不利益啊 這種制度的施行 對這些人來講 好像有一些不利益 那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嗎 我辦過蠻多過度追求的案子 那不管是因為他長得其貌不養 還是說因為不來電 或因為什麼樣的任何的室友 那他就是不希望跟你交往 那那個不斷追求的過程裡面 對那個被害者來講 會造成的傷害 會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好 最近在處理的 我那個案子 就是有一個男生非常喜歡一個女孩子 對 那女孩子就跟他講 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對 拒絕 那對方不管 他天天就跑到你辦公室 給你送玫瑰花 給你送早餐 對 可是這沒有任何的譬如說性的意圖 就是我就是對你好意 對 可是過度追求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會跟性 或跟性別是有關的 可是如果說我就是一直發 發簡訊 我一直發寫情書 我一直寫Email 那我基本上我 不斷的Promise 就是說我一切只希望你正是我的追求 我並不想傷害你 我不會做任何傷害你的事 而且就是你要對我怎麼樣 都是你的自由 那我憲法也保障我的自由 我應該人生有追求的自由吧 如果說我連寫情書寫Email都不行 那我每天收到一堆那種垃圾信 垃圾信也都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我請他們不要再寄 他們還是發我 可不可以告他們呢 我覺得那個垃圾邮禁要去做一些處理 我覺得那個東西應該去做一些規範 但是那個是另外一個法律的問題 但是如果回過來坦性騷擾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也許覺得好像 我只是發個簡訊表達我對你的愛意 對 可是對那個受害者來講 那個不生其擾 我們在台北市新少防治委員會 處理過的案子 從去年通過到今年 去年的2月5號 到今年的2月5號才會一年 我們這種過度追求被我們裁罰的案子 就已經都有了 所以已經有正式的審判了嗎 還是都有了 都有了 真的啊 那麼第一件在台北市發生的事 它是一個服務業 有一個女孩子坐櫃台 就有一個民眾來洽工 洽工之後呢 就拿走他一張名片 從此開始啊 每天狂call他一百多通的電話 每通都是虛航問難 都是關心你 然後女孩子跟他講說呢 除非你要洽工不然麻煩你不要打 對 對方就跟他講 難道不可以聊聊天嗎 然後那個服務員就跟他講 我很忙我沒有空聊天啊 對方又跟他講 那可以交交朋友吧 那服務員就跟他講 我朋友已經很多了 可是對方又跟他講 可是我已經愛上你的怎麼辦 可是服務員就跟他講 我對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拜託你不要打 他就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後來他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有一次他同事接到 然後就跟他講說呢 他去出差 他去受訊這樣 他不相信耶 馬上衝到櫻浪櫃台來看 他到底在不在 這真的是很討厭耶 就是如果你這樣 當然是很不勝其反 可是我也覺得這個界限到底在哪裡呢 因為你剛剛覺得 真的是很極端 我們大概一聽就知道說 這個是太過分了 什麼狂摳幾百通幾百通 而且你根本沒有那個權力做這個事嘛 可是有些時候人跟人之間 就是在於那個過猶不及之間嘛 他比如說 你知道我以前追我老婆的時候 我曾經把手放在肩膀還把我放下 我又放上去啊 所以就在第一個月之後 他終於讓我放上去了 那他如果 他如果真的聽了 那時候聽了我的廣播 然後就去告我性騷了 那不是一件喜事變壞事了嗎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啦 我覺得一般台灣的人民 我覺得台灣的人民 其實還蠻可愛蠻善良的 一般人如果不是到了最後關頭 已經跟你講講不聽 最後才會去給他告 不然的話 像你剛剛提到那種過程 一般人還不至於會動用到法律 對啦 應該是這個 有時候我們在醫院裡面 就說有醫生跟護士 其實常常都是真的很過分的 然後而且醫生真的也不討人喜歡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彼此的關係已經很惡化 很少說無緣無故 然後就忽然聽到明天說 誰姓沙爾 然後每次我們在醫院裡面聽到 都會覺得說 那個好難怪喔 因為應該是他對很多人都做過類似的行為 可是他自己可能也許不覺得 我覺得啦 我覺得在醫療系統裡面 他也不是自己不覺得 也不是自己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碰到一些護士都跟我講說 哪一個醫生會哪一個醫生不會啊 其實護士彼此之間都有一個名單嘛 然後學姐都會告訴學妹說 下次你跟哪一個人拿一台刀 你就一定要特別小心嘛 大家都知道 那你說那個人被講他人都不知道嗎 他知道 可是在台灣的文化裡面 以前姓沙爾防治法沒有通過之前 他是被縱容的 他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覺得台灣人有一件事很糟糕 我們常常說請勿践踏 那個勿就是語助詞 就是對於有權利的人 他就是正因為請勿践踏 但是我可以践踏 所以展現我的權利 我覺得有這種想法的真的是很要不同 不過剛剛講了那麼多 我最近在因為做了一點功課 就發現說 其實性騷擾防治法不是單獨的一個法 他好像有好多法 包括有兩性工作平等法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 還有性騷擾管治法 通通都 所有性騷擾都可以用這三個法去處理 可是就是我們 要是我一定是第一次被性騷擾人 我真的要去告去申訴 我一定很麻煩 怎麼會有這麼多法呢 不是我直接去找警察就決定了 為什麼會弄得這麼麻煩 對啊 我告訴你性騷擾防治法從去年通過到今年一年 不要講說一般的人搞不懂 我告訴你連電法律的人 如果不是專門在這個領域裡面做處理的 大概也搞不懂 連我們的執法人員 也說法官檢察官或者警察 我相信他們都搞不懂 對啊為什麼還有三個法呢 我覺得這就是台灣的立法院的生態 就有點糟糕啦 我覺得所有的立法在台灣通過都是經過政黨協商嘛 都是經過各方的角力嘛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本位 然後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最好如果在公務系統來講 就最好都不要給我管對不對 對那如果站在一般的民間團體來講 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夠有自己的一份honor 或者自己的一份成就 所以那個角力的過程裡面 最後通過出來的法 就變成這三個法都在規範 這就好像我們那個什麼淡水河 然後有一個屍體 然後一直死 然後飄飄飄 然後去報案 然後警察就會把他挪挪挪到下一個管區去 這樣子的那種 對就那個過程 所以現在變成是 如果是在職場裡面 工作的時候 譬如說我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不管是上司對我 同事對我 或者外面來洽工的民眾對我 造成性騷擾 那結果我就變成是 沒有一個安全的 友善的一個工作場所 那這個時候就用兩性工作評論法 那要去找誰申訴 如果是兩性工作評論法的案件 我一定要先跟我的老闆申訴 跟我老闆講 要跟公司 對那我的老闆就應該跳出來保護我 那公司可以不理 他如果不理就是 他沒有注重我的勞工安全衛生 那可以罰他嗎 然後我就跑到勞工局 然後去告這個公司 說他沒有給我一個 有符合安全衛生的環境 那勞工局就處罰這家公司 那個安全衛生的概念 就是以前古代大部分講的就是講 那個鋼架要搭好一點 鷹架不能倒塌 然後這個毒氣不可以超過多少ppm 所以這也算 可是現在的兩性工作評論法的 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 那包括什麼 心理的健康 對 就是一個免於性騷擾的工作環境 也是我老公安全衛生裡面的一環 那如果我不是工作人 我是在學校 我是學生 我找誰 那如果是校園裡面的話 就會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對 它規範的是 學校裡面的 校長教師資源公有學生 他們對學生 或者是學生對 校長教師資源公有學生 有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全部都會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來做處理 所以要到訓導學務處去申訴嗎 對 它的授案單位是從學務處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這個案子呢 三天內就會轉到 每個學校現在都已經適合了 叫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然後這個委員會就會組一個專案小組 然後會在兩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然後必要時再延長一個月最多延長兩次 四個月內就必須給交代 那如果我現在不是職場 我也不是學生 我就是一個作家 我被性騷擾的 我要找誰呢 所以你就屬於性騷擾防治法管的啦 那我要叫誰呢 OK 對齁 如果是你 我被性騷擾 對 應該不會啦齁 我平時沒有發生過啦 但是萬一有呢 了解 如果是一般的人士 我不是在執行職務的時候被騷擾 然後我也不具有學生的身份 那這個時候就用性騷擾防治法 那性騷擾防治法一旦發生案件之後啊 目前法律的規定是 要向加害人的老闆投訴 我還得知道他是哪一家單位 我是被非碟的員工騷擾 我要去找非碟的老闆張小燕小姐這樣子 對沒錯 我如果不知道咧 不知道就找警察叔叔 這麻煩耶 警察叔叔來之後 第一個問題一定問這個加害人說 你在哪邊工作 然後他說非碟 那就移給 七天內這個案子就移給 移給張小燕他來做處理 那如果這個人說我是無業遊民 或者我是老闆 那這時候就 譬如說就是張小燕幹的 應該不會啦 不會啦 如果就是他的話 你也沒辦法移給非碟 因為非碟不可能來處理他嘛 對就往上 這個時候就直接由事件發生地的警察機關來受理 哇我覺得齁這個 你快昏倒了齁 快昏倒了齁 我覺得這樣子 算了看就忍耐忍氣吞聲算了 欸那麼麻煩 我覺得立法院租公喔 不要再打架了 真的好好弄一弄 這三條看有沒有弄成一條 然後直接我都要發生問題找誰 不過我們談到這裡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回來跟王若璇律師繼續下來聊天 你現在收聽的是非碟晚餐 我是吼文勇跟我一起在線上的是 長青法律事務所的王若璇律師 這個之前在沒有姓少防治法之前有個判例是 豆漿店老闆娘捧著很熱的豆漿 然後有有顧客趁著他捧豆漿的時候對他性騷擾 但是因為豆漿很熱 所以這個老闆娘就就只好被他性騷擾 後來去告呢告不動 因為這個當時只有這個強制猥褻罪 所以一定要強制 可是老闆娘是趁其不備並不是強制猥褻 所以那個時候就沒有辦法 那老實講我覺得老闆娘真的是很善良 要是往熱熱的豆漿我就給他放下去 我管他那麼多 了不起告我傷害罪是你先猥褻再先 所以我們今天在線上跟王律師聊這個問題 我就常想說如果我正在發生的時候 好比說舉例來講 因為你們協調過這麼多案子 譬如說我如果碰到性騷擾的對象就是我的長官 我昨天還在計程車上碰到那個計程車司機說 他爸爸調戲他的太太 住在同一個屋子裡面 那他碰到這個情況 你們通常會怎麼建議當事人呢 我覺得對當事人來講 要尊重自己的感受 相信自己的直覺 然後在發生事情當時 我覺得要說不 要說不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我碰到太多的性騷擾案件 很多被害者其實是非常委屈求全的 就是說一方面他的質疑說 他只有對我這樣嗎 是不是我有問題 不然他怎麼會對我這樣 他會規則自己 然後再來就是搶眼歡笑 就不敢說不 就是維持那個表面的和諧 對就為了維持那個和諧關係 可是說不就直接對對象說 我不希望你這樣 對但你不用抑證吃眼 也許你可以用抑證吃完的方式 逗賞 因為好漢也不要吃眼前虧 講得太兇你可能混不下去 在那個場合裡面 馬上就被人家貼個標籤 老師不要這樣 我不必也沒有關係 可是你被告是很麻煩的 很委婉的跟他威脅是不是 就是你要表達你的不 我覺得這個社會非常現實 我覺得對接害人來講 他就試著是挑軟的吃 硬的他也不要吃 因為要付出代價 OK 所以女律師或是女醫生 好像是不是比較不會碰到性騷擾 我最近有個案子 我還正在想 你知道最近我們有個女律師 不是我們書所的 去法院開庭 到高等法院去開庭 那個高等法院的法官 開庭看他辦進來就跟他講說 我最不喜歡跟女律師討論事情 這個其實是有性別歧視 性別歧視也算性騷擾 性別歧視也是性騷擾 對性騷擾有兩種 就是跟性或性別有關的 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都有可能是 那我們剛剛在前半段 一直在講的是一種性的騷擾 對 但事實上它有第二種叫做性別的騷擾 那什麼叫性別的騷擾 就是有對生理性別 性別特質性傾向 像上次那個嘉義 有一個高中跨性別的 有一個男老師 希望能夠變性 變性 校長給他 不公平待遇 對像這一種都叫做一種性別歧視 那因為性別歧視而引發的這一種 讓他覺得不舒服不自在的感覺 他也算是一種性騷擾 所以如果你車子發生意外 然後出來是一個女司機 你找我不要塞車 這樣就可以告你性騷擾 有那個可能性 有那個可能性 所以要小心了 所以你剛剛講說 律師比較不可能 其實在法庭裡面 法官對律師 法官就是一種強勢 律師是若是 有案子在你手裡嗎 對 那對律師來講 為了當事人的權益 有時候氣到快昏倒 也只能忍氣吞聲 原來律師也還要忍氣吞聲 你知道嗎 那個案子 後來讓那個律師 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我最近在想說 其實這種案子 好像應該也要反映給司法院知道 要去告他 對啊 就是說如果法官在開庭的時候 公然這樣講 那這個法官 你看他以後 辦到家庭暴力的案子 辦到性侵害的案件 你看他會怎麼判 這聽起來是 像一個很有趣的小說的題目 對 不過我發現說 這個性騷擾一般都是 發生就沒有了 我摸你胸部 你也不可能錄影嘛 對不對 也不可能拍照存證嘛 對 我們如果要告人家 一定要有證據啊 那像一般 這種要怎麼收證 根本沒有辦法收證啊 對 其實你問到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性騷擾被害者啊 嗯 就搞不清楚法律的規定嘛 嗯 然後他就明明 他就覺得我明明被害嘛 嗯 那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就應該還給我公平正義嘛 嗯 那就這樣冒冒然就給他跳出來告 對 然後結果最後因為證據不足 然後也告不成 反而受到所謂的惡毒傷害 對 那一般來講 我都會建議啦 嗯 法律一定是保護懂得法律的人 嗯 那任何一個跳出來告的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基本概念是 你一定要付舉證的責任 對 所以你一定要收證 怎麼樣收證 好比說有人對我姓哨的老闆好了 或者是教授好了 或者是 我 那我怎麼收證呢 我一般給他建議就是說 如果在場有人看到 聽到當然最好 可是問題是姓哨一般來講 都是發生在只有兩個人的世界嘛 對 那這個時候大概用錄音的方式啦 怎麼 那我每次叫人家錄音 就有人跟我講說 王律師啊 嗯 我我我我我總不能 對方真要騷擾我就跟他講說 等一下我準備一下 對 等我把錄音器準備好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可是我跟貴報告呢 錄音沒有人叫你現場實況轉播啦 嗯 錄音只要事後 嗯 事後收證就夠了 就是跑回去說 你剛剛怎麼對我那樣 對 然後男的說我哪有 我告訴你啦 對加害人來講 他不可能一年三百九十五天 一天二十四小時 他都保持警覺 OK 因為他做了那個事情 嗯 他做了那個事情 而且另外一個特色是 你知道姓哨的加害人不會只做一次耶 喔他會一再做 對對對 他每天都要賺到的感覺 那怪性犯 跟這個性侵害是一樣的 對 所以他其實被抓到的可能性還蠻大的 OK 對被害者來講 你只要有那樣的概念 然後隨時記得收證 嗯 那出了錄音外還有什麼方法嗎 嗯 大概目前我看到書上能夠成立的案例啊 嗯 大部分都是用錄音 另外一個就是尋找同樣的受害者 喔 不過我可以節目完以後 我再打電話 再請教王儒選律師 要婚禦自費的 喔 對對對 好啦 你可以問我一些醫療問題 我問你一些發育問題 我們謝謝 就愛點你 U F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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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